謝謝力寶 謝謝力寶這麼勇敢的為大家示範 謝謝力寶 謝謝力寶 流感疫苗開打 針頭打下去 小朋友忍不住爆哭 台北市長蔣萬安抱起小女孩安撫 小女孩就瞬間不哭了 台北市衛生局提醒 公費流感疫苗開打 第一階段開放65歲以上長者 及六個月以上嬰幼兒等十類對象接種 呼籲符合公費流感疫苗接種資格的民眾 配合開打期程 儘速完成接種 這一次我們特別在安排上面 包括了COVID-19 新冠疫情的疫苗 我們流感疫苗 還有肺炎內囚菌 一起來規劃 為我們市民的朋友開始施打 那入球之後 都是我們流感 耗發的機器 所以剛剛了解 我們流感疾悶症的 就整人士也開始增加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都希望能夠確保 市民朋友的健康 所以包括65歲以上 我們也開始施打 肺炎內囚菌的疫苗 那對於孩子 包括高中心以下 今天我們也在幾個地方 校園開始施打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加強的宣導 讓市民朋友了解 什麼時間 如何資格 開始進行疫苗的施打 另一方面 雖然疫情趨緩 但是我們絕對不要輕忽 另一株它的風險 所以我們一樣 會來施打 新冠肺炎的疫苗 所以這一次 我們除了規劃 三種疫苗 針對不同年齡層 另一方面 我們特別關心學校 還有在第一線 我們市府同仁 服務市民的健康安全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特別開放 包括我們高中心以下 原本非公平疫苗的教職人員 另一方面 我們市府在第一線 林匯的員工 服務人員 我們也讓他們施打疫苗 那我想這一次 我們開始施打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機會 將相關的資訊 讓更多的市民朋友了解 這個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避免相關 得到扭感以及後續併發症的產生 施打疫苗 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方式 所以 不管是告訴周遭的朋友 斬肺 或是關心孩子的健康 我們都希望 包括這個機會 有相關的疑問 都可以來詢問我們 市政府 衛生局 在上面有相關的資訊 所以大家利用這個機會 來進行疫苗施打 那最後我也要謝謝 我們研議所有的同仁 大家非常的辛苦 對於這次施打疫苗 在事前的準備 以在人力的安排上面 規劃上 其實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的努力 那這過程當中 我們也希望市民朋友 任何意見 告訴我們 隨時來進行調整 修正 希望在整個疫苗施打過程 能夠非常的順利 最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夠抵和健康 我們在什麼資格 接種什麼疫苗上面 我們都有一些文宣 有一些公告 那如果民眾 不一定很清楚 可以看一下 我們那些相關的公告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 直接到相關的醫療院所 那相關的醫療院所在接種上面 他們也有一定的流程 會去確認身份 那符合資格的呢 當然我們就會進行 相關的公費疫苗施打 這是兩個方向可以去做 我想兩個方向來做 就是說第一件是 我們剛才幾管科有跟我們回報 就是說 如果家長他不願意 他的小孩 在準備要接種的時候 其實可以問一下 接種的護理人員 或者是醫師 問一下今天 這個小朋友要接種的是哪一個廠牌 那如果是他不願意接種的廠牌 那也許不一定是高端 但是就是他如果不願意接種這個廠牌 那可以當下跟這個執行的 護理師或醫師講 那他們可能就不會接種 因為接種疫苗 要打在人的身上 還是要同意 那他不願意接種的話 那我們就是尊重這樣 那第二個我們會採行的方向 就如剛才市長所講到的 我們會再跟疾管署 去反應這個情況 那有的疾管署 統一來決定 到底未來 如果遇到相關的公費的疫苗 比如說高端等等 那老闆一般的民眾 不願意施打的話 有沒有怎麼樣的方式 讓民眾也許挑選疫苗 或怎麼樣 我想這個應該由中央統一來決定 左邊打流感 左手打流感 右手打肺炎鏈球菌 那接種的間隔的話 可以同時接種 沒有問題 只是說你不管接種什麼 疫苗結束之後 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身體的反應 因為少數的人 還是對於接種疫苗相關的 比如說阻劑等等 他會有一些不舒服的現象 比如說局部 局部接種的地方 可能會有輕微的紅腫熱痛 那當然有的人 在接種的當下 可能會身體不舒服 暈徵啊 或者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這些接種疫苗 會引起全身性的反應 比如說 極少數人會對疫苗 不適應會發燒啊等等 這些 如果任何不適 不舒服的情況發生的話 我還是建議市民朋友 可以回到醫療院所 來讓醫師做專業的判斷 需不需要進一步的治療等等 那要澄清的是 多數的疫苗接種完成之後呢 其實不需要進一步的 醫療上的治療 大部分的紅腫熱痛 跟局部的輕微的發燒等等 這些都會自然的痊癒了 台北市今年公有378家 流感疫苗合約醫院 提供接種服務 為了提升疫苗接種便利性 國小國中高中職及五專 醫治三年級採校園集中接種 預計辦理301場校園接種 另外12區公所結合理辦公處 設置539場社區接種站 鼓勵民眾可以多加利用 1、2、3 防流感打疫苗 記者汪郡台北報導 本市府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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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